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 李晨在某综艺节目中 谈及对孩子的看法 并首度自曝家庭情况 在节目环节中 李晨谈原自己父母离异 还有一个比他小18岁的妹妹 这是李晨首次在公开场合 谈及自己的家庭状况 此话一出 与普通家庭一般无二的状况 竟然让无数观众心生酸楚 在小人不觉间挖进了与大众的距离 再加上李晨长期以来 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 树立的老好人 孝子的形象 让李晨的人气凝聚力更上层楼 6月5日 一张李晨早年的全家福曝光 照片中 李晨与父母 妹妹一家四头温馨同框 她右手揽着母亲 左手抱着妹妹 靠赞父亲身侧 当时妹妹缓缓年幼 眉目清秀十分可爱 李晨也显得非常青涩 但已然可见俊朗的外表 妹妹本名叫做李可欣 目前是北京游泳队的一员 其实过去2007年时 就曾在哥哥的部落格内被提及 小妹妹李可欣今年五年级了 9月份就要自己住宿 疑似李晨妹妹尽照 原来范冰冰未来的小姑子长这样啊 李晨的年纪推算 李可欣目前因为20岁 身份被扒出后 她的正面照也疑似跟着曝光 则拍照看起来清秀可人 微笑的角度和哥哥有些相似 眼睛有些深邃 似乎也是像到爸爸 穿着制服的模样看起来也是气势十足 所以 我发现重点了 范冰冰也有个小她18岁的弟弟哥 这么一来 真的是绝配啊 将来范冰冰的弟弟说不定 还可以和李晨的妹妹洗节料理呢 大脑幻想刘周成离开天鱼 至上立和像家人 我们宣爱彼此网 1月6月6日报道 6月6日 刘周成在微博发文导时 自己将离开呆了十年的天鱼 称恒感激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以及能够加入至上立和这个组合 他说几个成员都像他最重要的家人 他还表示 最近有人想要把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刘周成离开天鱼 至上立和像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微博截图据悉 刘周成因家报仪式受到网友谴责 这是他既称轻 家报仪式后第三次发布 刘周成原文 6月6号 我永远不会忘记梦开始的日子 十年前这一天我进入了天鱼传媒这个大家庭 光阴四见我们一起在风雨里 迈过了一个年代 谢谢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这十年里最开心的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就是唱歌也喜欢我的人 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足够 更加让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 加入了一个永远值得我骄傲的团体 智商力和 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像我最重要的家人 尽管我们吵过闹过 但我们深爱彼此最近 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人想把我们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我心里很气愤 很多话想说 不管我们未来的路会怎样 边走边唱 边走边看再贵天日感恩 还有你baby回归跑拿团 若扒开心步 一个细节就反映出来上周五baby 一身粉红色裙装回归跑男团 生完孩子的身材 完全没变化且气色红润好看 兄弟团的成员们纷纷表示欢迎 上前一一拥抱 自第五季开播来 baby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现在跑男上 对于他这次的回归 喜欢他的粉丝观众们肯定很开心 兄弟团也不例外 可是对于第五季刚加入跑男团的新成员 乐巴来说呢 baby的回归会不会影响他的地位呢 在此之前 网上一直在说两人应跑男不和 baby回归 乐巴肯定会退出 一时间两家粉丝开心的厉害 但这次乐巴的一个无意之举 却把我给圈粉了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李晨和baby两人举的雨伞比较高 站在中间的热巴 为了不会让雨水溅到他们身上 悄悄把自己撑的雨伞放低了 瞬间被热巴给暖到了有没有 baby终于回归 期待八个人的跑男团 刘舟成离开天鱼 至上利和像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网 易娱乐6月6日报道 6月6日 刘舟成在微博发文导致 自己将离开呆了十年的天鱼 称狠感激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以及能够加入至上利和这个组合 他说几个成员都像他最重要的家人 他还表示 最近有人想要把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刘舟成离开天鱼 至上利和像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微博截图 据悉 刘舟成因家暴仪式受到网友谴责 这是他既称轻 家暴仪式后第三次发布 刘舟成原文 6月6号 我永远不会忘记梦开始的日子 十年前这一天我进入了天鱼传媒这个大家庭 光阴四见我们一起在风雨里 迈过了一个年代 谢谢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这十年里最开心的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就是唱歌给喜欢我的人 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足够 更加让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 加入了一个永远值得我骄傲的团体 至上利和 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 像我最重要的家人 尽管我们吵过闹过 但我们深爱彼此最近 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人想把我们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我心里很气愤 很多话想说 不管我们未来的路会怎样 边走边唱 边走边看再会天日感恩还有你